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Fiance 你好 師傅 你好 今天又是我们《一字记之日》第196集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个母字 不是有母的母 反而是跳舞的母 是啊 跳舞是什么意思呢 稍后我们就会讲的了 好了 那我们今天都要有少少的事情 要和我们这么多位的观众 和会员要告诉大家 因为未来我们《一字记之日》的节目 都会有一个新的改动 将会在第10月 即下一个月10月份的时间 我们进入了第200集的时间 我们就会阔别焦点视频 我们就转移我们的平台 去到卓健明家这个平台上面 到时的话 我们也是每个星期会有一集的节目 逢星期五中午12点钟的时候 就会播出 也都继续为我们这么多位的观众 和会员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希望正如师傅经常说的 我们就要将我们的玄学 要融入去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个宗旨一定不会变 嗯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意想 继续成为我们的会员的话 那你就要密切留意一下 我们未来的新动向 当然啦 如果你说师傅 我是你的大粉丝 我一定要成为你的会员 那你暂时就不需要再付费了 那就可以WhatsApp给师傅 师傅可能就可以个别跟你说回 未来的新动向 如果不是的话 保持留意着我们一字记之入的节目 我们一定会发放最好的信息的 还有在WhatsApp上面那个频道 是仍然继续有效的 嗯嗯嗯嗯 我们一样可以在这个频道上面 沟通啊 宣布一些新的动向啊 追身消息 消息啊这样的 是的 那当然啦 如果你说想和师傅见面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来着10月5号了 是啊 10月5号呢 那我们就会有 猴天同师傅呢 的通信签名会和查序 最主要呢 就会讲的 来着2025年 究竟有些什么事情 要留意10大事情啊 是啊 这个签名聚会呢 一向都是很 就是我的作风呢 我是不添加任何商业上面的水份在里面的 嗯 那288元呢 是包括 通信一半 通信一半 那也都呢 我们就可能有些 腸费在里面 是的 包括了 还有我们都会准备一些茶点给大家的 嗯嗯 所以呢 两个钟头的时间呢 就会在10月5号的下午2点到4点半的时间呢 我们就会在尖沙咀的地方举行的 嗯 那大家记得看下下我们的资讯啦 然后呢就尽快报名啦 那因为呢 看到都反应踊跃哦 那还有少量的名额 那大家呢 快点早点去报名 那期待着10月5号呢 下午呢都可以和大家见面的 是 嗯 嗯嗯 好啦 那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呢就是 母字 那母是什么呢 母动啦 是啊 那就是代表 未来的时间呢 可能都会有很多动动啊 甚至乎呢 可能有些东西都是令人带来开心的 一定是好事啦 那2024年是九运的第一年 嗯 离火挂啊 那就是 未来的中秋节啊 那就是说 九月十 厉害的九月十六 十七十八 就是这样啊 那香港政府呢就 就联同 就是大坑他们的那个火龙会 是 那就是 就是 继续去搞一个 一个 一个没有火龙的活动啊 那 Viance你介绍一下 是 那没有火龙的时间呢 那其实都是大坑呢 每年的一个集组啦 嗯 那其实最主要呢 都是希望赶走的瘟疫啦 上多年的时间 是啊是啊是啊 那流传下来的时间呢 就已经成为了 香港一个非常之有特色 甚至乎呢 是一个的旅游重点来的 那很多外国人呢 都会尊专呢 就飞来 去看 没有火龙的活动 那香港 我们的市民 都没理由不去 真的去看一下的嘛 那如果你没看过的话呢 就更加鼓励大家去看一下了 因为师傅 我们好像呢 今年呢 刚才你说啦 就是我们踏入了九运的第一年 那其实都要接触多些火 旺气会好些啊 是啊 拿个吉祥的气 正能量啊 嗯 那很厉害的啊 这个火龙呢 有成 听说啊 如果我说错的话呢 大家可以纠正啊 就是六十七米长 嗯 有三百个建议去没有的 是 是 那听说呢 上面呢 有成一 插了一万二千支箱 咦 还有一个 今年呢 就特别加了一百个小朋友 去没有那个 成二十米的小火龙 是 因为小朋友呢 是一定要保护他们啦 怕他们卓相感呢 就是LED的火龙 是的 所以拍照的效果出来呢 就会特别好看 还有呢 有小朋友参与 其实都非常之好的 是的 都是一个的文化传承 是的 和我们经常讲 怎样推动文化 这些那么传统的东西 怎样可以延续到 让我们大家呢 可以说在生活之中 又多了很多色彩 是的 那就是寓意有未来啦 小朋友就是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都知道的啦 是的 那由十九世纪开始呢 就传了下来 那希望呢 我们都可以 将这个文化继续延续 那师傅啊 那我也知道呢 其实就将会呢 在下个星期一 就就是说 在盈月啦 中秋月啦 和追月的三天 就是说 十六号 十七十八 星期一二三呢 那天晚上都会举行的 是啊 那在大坑那里没有火龙啦 那但是要留意啦 那中间中秋节那天呢 就会在十点半的时候呢 就会移私去到维多利亚公园的 嗯 那记住啦 可以呢 和家人啦 和朋友 带上相机去打卡 那当然安全第一先啦 是啊 那大家就可以抢下那个火的旺气啦 好啦 那一方面是火啦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水啦 嗯 刚刚呢 就是一个 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 就是怎样呢 原来呢 未来的九月十八号 啊 阴历的八月十六啦 就是追月的日 追月的日 那在我们天空上面 香港呢 能够见到一个 很大很大的 在天文学上面叫做超级满月 哦 就是Super Moon 是的 Super Moon 那这个呢 就是比之前的十五啊 月圆满月之夜呢 是更加大 更加光亮的 哇 但是都没有算 是 原来呢 未来的2024年十月十七号 嗯 啊 陰历的九月十五呢 就是刚刚一个月后 是的 那个超级满月呢 就更加大 哦 那哪些人我建议去 可以去看呢 是不是每天都可以去看呢 是的 去吸一下月光啦 那好像我那些就对了 我呢 就是夏天出生的 咦我也是啊师傅 那就是适宜呢 就是要一些 金水的能量 那月亮呢 就代表水 啊 那那天呢 就晒下月光呢 那呢 我 就是觉得啦 一定会对我的运程啊 健康啊 有帮助的 嗯 那所以留意啦 如果你夏天出生啦 需要多些金水的话呢 那就要把握机会 在8月16日 那就是追月那天呢 希望啊 上天啊 就有个大月光 出现 那就晒下月光啦 是的 OK 好了 啊师傅啊 想问一问一下你 剛剛最近呢 我就看到政府呢 就公布了呢 就是说 我们香港呢 那些男女比例 因为刚才你说的 陰阳那一样东西 是啊 那其实呢 跟玄学有没有关系的呢 完全有关系 嗯 那那呢 大家呢 滿心呢 就想着呢 啊 陰阳中和啊 平等啊 啊 好中容感 肯定是五十五十的啦 是不是 其实呢 完全不正确 嗯 如果从玄学的角度下 根本呢 嗯 因为我们的地球 根本呢 就被现代的科学呢 是发现是一个 不是那么正的圆圆的 哦 就是不是 完全圆的 圆的 是的 所以就出现呢 夏天的日数呢 又多了一些 多了一些 多了几天 嗯 就是冬天的日数呢 又少了几天 就不是说 四季 每一季 九十日 四九三百六十日 那你都知道啦 是吧 三百六十五点几日的 是 就是这样 好了 根据香港政府的公报 那就是说 香港呢 香港这个地方呢 就说 呃 女性呢 就有四百一十点三万 嗯 男性呢 就有三百四十二点五万 嗯 那那个男女的比例 陰阳比例呢 就是五十四点五个percent 对四十五点五个percent 嗯 那其实都不是说 差得太远了 没错啦 如果从玄学的角度呢 真真正正正所谓中和呢 是 陰阳呢 就是应该女性呢 是确实要有五十三点五的 嗯 嗯 那还是差那一 一个percent 是的 那就是男性呢 那个阳性呢 就是四十六点五 哦 那才叫做和限 那香港相对来说 那男女比例来说 都不算太厉害了 都不算太厉害了 都不算说太过懸殊了 嗯 那就是略为多了 只是在去到2023年年尾 是的 那那个比例呢 那那个比例呢 略为多了大约是 一个percent 嗯 那平衡呢 就是才是最重要的 那都是很平衡的了 不算说太过离谱 嗯 是应该要女性的数字呢 是比男性多的 那才叫做平衡 和諧 是 那才叫做和諧 才叫和諧 是的 那就是香港都 处医在这方面都很健康 好了 那很久没有曬太阳了 嗯 上次啊 早几个星期都有曬 是的 那未来呢 9月16日 天上面呢 就有一颗叫做 肉井星 嗯 那它呢 就会将会呢 匯太阳于 茂末月初 嗯 那最佳的曬太阳时间呢 就是 上午的10点半 至到11点前 那这个呢 那个能量呢 就是最足 最养分最好的 嗯 那根据文献所记载呢 就是说 若得其幸能吉照啊 秩序安定 群生和乐 啊 接着呢 社会繁盛 工商界 财源全涌 哇 那真是要把握机会 有希望有个阳光 可以让你去晒一下 是啊 那还有啊 金融家 利澤普斯 那就是说呢 都很直接 对财运 是有 有帮助的 那最好呢 老板们 下个星期一 早上早上 早上 一起去户外 那里 吸收一下这个 日月精华 接着去那里开会 可能呢 师傅刚才说的 都全部吸收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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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接着 最后的时间呢 师傅 其实上个星期 我们也有说一下 关于白露 那八字分享 是 那发现呢 其实好像真的 有些气 等到情况出动 好啊 白露呢 这个季有月 和之前的任申月 最大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呢 确实呢 我在任申月 都已经是收到很多 就是我的粉丝啊 来问的 师傅 哇 我这个月不知道为什么呢 肯定是整天都 腰酸骨痛啊 无端端的骨折又有事啊 跟着还有就是 头痛啊 偏头痛啊 脱头发啊 各样东西都不好 那这个呢 我曾经在上两集都讲过给大家听的了 就是因为 今年2024年那个甲木呢 去到任申月呢 就遇到水饭目标的情况 那样变了税主的甲木呢 就是明明有都变了 那个成份呢 减退了啊 受伤啊 各样东西 在9月7日的11点11分之后 那这个甲木呢 就叫做回回来咯 有回来咯 有回来咯 这个甲气咯 那变了呢 就变了呢 如果之前在任申月上一个月 受到这个甲木水带目标的影响呢 来到这个月呢 就会好回了 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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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了 好 所以我们经常说呢 将玄学融入生活里面当中 如果你知道了 为什么有时候 在这段时间 有点不舒服 不自在呢 可能分分钟 都跟那个流年流月流日呢 有点关系 好大关系 好 那希望呢 今天呢 师傅呢 的资讯带到给大家呢 就多一点的安心和放心啦 那最后提提大家啦 记住啦 10月5号的时间呢 大家未报名 就快点 就看我们的 poster 里面的qr code 快点去登记啦 那另外呢 再提提大家啦 那下个星期一的时间呢 早上 记得去晒一下太阳啦 那如果呢 曬月光的话呢 如果你是熟夏天出生 又或者呢 需要金水的话呢 就在追月的日呢 就记得一起去晒一下月光啦 好 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啦 我们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希望大家来人月亮团圆 好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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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бы saya